午後 各種無毒栽種的蔬果 裝罐妥當 接著倒入親自熬煮一天的麥芽膏 很多人的腳底來告訴妳 山師姐 我實在很感情 這樣喔 怎麼現在現在 現在現在不知道我身體怎麼 狀況還給我們聽 我覺得那天好像都沒有 山師姐的酵素採用單方發酵 並且不添加酵母菌 給予食物充足的時間自然發酵 接著存放在它的秘密基地 這邊都是發酵一年比上的嗎 對 沒錯 這零雞 這藍瓜 這三間菜 三間菜 這藍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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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千罐的蔬果植物 隨著辛金和香火靜靜發酵 人在這兒也能找到心靈的平安 人生劇本得以重寫 悲苦的開場 卻能有歡喜的結局 詹師姐說自己很幸運 有法師入山教她做酵素 還有一個友人鼓勵她 她的生命沒有凋謝 而是等待再次盛開 她就跟她講一句話 她說妳不要激傷 妳是非常密集妳 有作為的人 妳就好像 她說我的天就一張灰 那個灰 花長得會凋謝 但是妳就是會長會長 它不斷地長花 不長得長 它不會凋謝的 她多尊敦